以前是得了病才去买药 现在是买了药等着得病 就是因为这种恐慌心理导致很多阳性病人其实买不到药 在防疫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说 请大家不要囤积物资 重点物资以通过专人专线 运抵我们当地 包括8万件母婴物资 10万件 药品以及其他防疫物资 台下有人说 我们家老人感染新冠已经三天了到处买不到药 领导没有回答 继续说 100吨来自浙江的蔬菜 和10吨来自新疆的羊肉等 台下又有人说 我已经羊肉一周了什么药都没有了 领导说 同志们 你们要少看家里的物资 要多看一些官方媒体 比如新闻联播 那里什么都有 都要多看一看 都要看一眼 都要看一眼 是有了 无论